就在长新街旁的这处宝藏公园 平时都会有民众到这里乘凉散散步 或是家长会带着小朋友来玩游乐设施 不过低头看去当时为了安全防护的地点 因为细子多余再加上时间一久 都已经长满了青苔 尤其是在入口处溜滑梯的这一区最严重 破损又长青苔黑黑的一片 不少家长反应湿滑 小朋友跑跳容易滑倒 好那宝藏公园是我们里内唯一的公园 那平常的时候都有很多里民跟小朋友 运动跟休闲的地方 那最近开始有一些里民跟小朋友反映说 我们这个我身后的这个游戏区的地点 开始会有一些滑 然后开始会有这个缝 接缝会有这个往上翘的情况 所以常常造成我们的小朋友 在这边跑动的时候会跌倒 潮湿这个地点其实会吸水 太阳再曝晒下去 其实那地点就会那个翻起来了 所以也造成小朋友的这个危险 在结果陈勤号新北市议员 周雅林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在公园里包括儿童游乐区 以及大人玩的体建设施区 都有设置地点 不过溜滑梯的这一处 从公园有到现在都没有更新过 虽然有破损会补也会清洗 不过时间一久 多处都没有弹性也湿滑 会刊就要求改善 年久了出现老化的现象 边边角角都有翘起 甚至下雨天的时候也 因为上面堆积了青苔 比较容易有湿滑的问题 那因为平常来使用的都是小朋友 还有社区内的长者 那经由这个里长办公室的反应 我们是觉得说为了避免 民众在使用上面有安全的疑虑 那初步是评估说 就这个溜滑梯这边的邮居的区域 后续会来进行这个地点的更新 那大概是会在五六月的时候来施作 会刊后决定游戏指区公所先更换 这一处的地点让小朋友到公园玩有更安全舒适的环境 这层慧玲一席指采访报道 那这一颗先用销换了 这一张地方 我帮上销换了 我把销换了 我把销换了 所以我把销换了 我把销换了